有鉴于工业控制竞赛已经由日规改为欧规 但是高职的学生并没有设备可以供练习 因此德国一家大厂就捐赠了18套 市价大约600多万的新智慧控制设备 给领东科大成立物联网与智慧控制中心实验室 双方举办简单隆重的街牌典礼 希望加强产学合作 提升学生能力跟社会来接轨 拉下步调领东科大的物联网智慧控制中心实验室 宣告正式成立 背后的最大推手其实是国内一家德国厂商 捐赠18套智慧型的控制设备给学校挡作教学使用 厂商把他们最先的设备送给我们学校 我们学校的老师发挥他们的功能 来训练我们的学生 出来的学生为社会所用 这是一个连繁扩 台中机密游区是政府的发展的方向 而且最多的机械产业跟生产单位都在台中 所以我认为这对于我们往后台湾的产业升级 绝对有很大的帮助 有鉴于工业控制竞赛 已由日规改成欧规 但高职学生并没有设备可练习 因此这家科技大厂才会捐赠 市价600多万的设备给学校来强化产学合作的机制 工厂那边去on call 德国工程师是一个小时大概5600以上 那日本的工程师可能就在3000多块左右而已 所以对于你当然是以后找比较好的环境去待 那公司才有办法给你那么大的薪水 所以在物联网中心这一部分是我们硬体很扎实的基础 所以我们在课程上面有搭配感测的网络 跟物联的相关的设备的课程的实作 那也用运用在大一跟大二以及大三的实作课程上面 这一套设备之后我们除了在办国内赛的时候 我们可以提供给这个相关学校的学生老师来观摩以外 我们到未来也会希望说国手培训的一个基地 校方也表示这套设备是全国技能竞赛工业控制类别的必需设备 因此成立实验室后将会加强课程安排和国手培训 希望让更多学子靠着扎实和先进的技术站上世界舞台 记者里讲的钟 猜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